小姐姐追剧 哈喽大家好 我是带你追剧帮你排雷的小嘿 我是赫文 今天我们想给大家排雷一部新剧 程序员那么可爱 天哪都2021了 为什么还有如此肥主流的巨蜜诺板 特别是那个圆字 怎么弄得上女厕所的标字 这部剧是弄得介绍自己的 开创了全新职场货本 以最独特的角度 揭开程序员的多种性感生活 从多维度展现最真实的满容日常 但是看下来 他所谓的开创全新职场货本 其实都是业务货货的一个新的职业 这部剧简直都是在把观众当瞎子 女主因为暗恋男主 都想去男主的公司上班 但是男主公司的旅程序员通货率安为0 所以女主都屡扮男装进入男主公司 这个完全是犯法的我无法理解这种 在简历上作假居然是做的性别假 不都是在简历上作假电视 把自己写得很牛逼吗 在干嘛 好了好了好了 我就当这个编剧没有一点常识 我接受这样那机的认知 可是 你的伴向可不可以早点心 非都是她的女扮男装 为什么你的口红 眼影 眼线 睫毛膏 移印俱全 甚至比女装的时候还要明显 你告诉我你现在是在扮男人吗 而且都是那样的女扮男装 剧头的人还都看不出来 服务员看到这样的她 说 先生 请问现在点单吗 在副事时她去了旅厕所 还招认成了偷柜狂 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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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偷柜狂 偷柜狂 那个剧头的人是都没见过帅气吗 剧主的装造师也都是没见过那种 短发但是帅气的妹妹们吗 就离谱 不仅没有人认出女主是女主 编剧为了让女主进公司 甚至在女主入职的时候 连入职手续都可以用美色糊弄过去 头发无黑浓密 皮肤也白嫩光滑 味道也清爽不油腻 这不是老天爷给我送上美的男朋友吗 看一眼 你这手 真软 我这身份证 不过气了 等话好了 再来给你 好 那我等你 真的互联网是法外之地吧 我感觉 这些编剧是我见识过所有的法外狂徒 就是当代法外狂徒 全部的聚集在这些电视剧的编剧 怎么的呢 啊 在言情剧的世界里 所有人都是恋爱佬 没有职业操守吗 你被摸摸手 就心圆一马了 这要是放在现实世界头 刚入职的职员 对HR动手动脚 这就是性骚扰 找被劝退了好吗 或许编剧不晓得其实 光看身份证号码都能分配出男女 哦 不提交身份证 连身份证号码都不询问吗 更何况那家公司的设计 它是家有名的游戏公司 HR不认真把关 不怕商业间谍来卧底 而且这部剧最让我忙活的都是 他在拍的时候 应该是想到播出后 观众会吐槽了 他还专门做了反吐槽 你觉得我这个睫毛是不是太长了 要不要拔掉 还有我这眉毛 是不是太细了 应该再粗一点 拜托 现在很多男生睫毛比女生还长好吗 你看看那些矮的 哪一个不比你精致 再说了 现在21世纪了 谁说性别就一定要外貌来区分的 而且谁规定了 男生就一定要粗糙阳刚 不能学习精致了 竟然不用外貌 再冒分别男女性别了 那这部剧女发男装的意义在哪点呢 你为什么还要戴假发呢 你直接就冲上去面试 说自己是男孩子 不就可以了吗 对嘛 现在难道那种长发男少了吗 对呀 那我都无法理解这种 可是我们这种看难片的人 就很喜欢看着来骂 因为生活当中有太多的烦恼了 我此时不让我等待何时 反正这个编剧呢 是非常非常的智障 除了以为我们下以外 真的是从第一集都把我们当孩儿 我真的无法介绍 他把我们的智商放在地上摩擦 你看看他设计了什么桥段 女主为了不被男主发现自己 女装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她居然跑到游泳池里面躲起来 真的是吐着吐着我想笑 人隔壁电影躲游泳池里的戏 那个游泳池声人能憋得住去 哪有这部剧的女主任何人 真怕不晓得她在水头 咕噜咕噜的冒心 谁看了不说一句 留情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编剧其实也很少见 因为她太大胆了 她总是能够觉得这样的桥段 能够骗得了观众老爷 一个字 女主进入公司后给我们展现出的真实的马龙生活 是嘴上收到起写不完的代码 改不完的bug 加不完的班 结果不是在楼梯间里解压 都是在微信群里填屏 说要欢迎新同事马上就带着新同事去午黑 在上班期间 哇哦我一直以为 带心拉屎是最好的摸鱼方法 这种带心上分我也觉得留意 看到我程序员的朋友都感叹 这真实的马龙生活都拍成那个样子了 哇 以独特的角度 揭开程序员多种情感生活 哎 她会哪个拍啊 真的我非常的好奇 因为这个暗状编剧这么的big 但是我觉得她可能会写出什么外星人 我都觉得不是很神奇了 外星人倒是没有 但是工业堂金真的一大把是一大把的抓 我们观众的眼头哈 以及在男主的眼头 女主现在应该是个男人是 但是她们两个的互动就是按照我们 磕唐 她俩说话的时候 时不时都会贴内脑劲 男主看女主猴杰的时候 要要认个儿看 我真的就想问问 你现实生活中的男上司跟男职员 她们会这个样子吗 现实生活中的直男是和我这个样子 可能会被一拳打飞 就是除非是那种关系特别铁 然后又能够开玩笑尺度很大 像这种男上司和男职员 那这样玩的直男是非常少的 真的无法嗑她 这个怎么嗑啊天啊 嗑不了呀 而且我会带着我们公司男性的样子 我觉得我嗑不到 嗑她俩说 你没有还给我 看她俩我就嗑得很奇怪 不只如此 女主替男主去攀岩 手滑摔下来的时候 男主一个箭步冲上去公主抱 哇 你是不是看不起安全神 还是看不起我们观众的磕点 我看你是什么都看不起 还有在女主坐上男主附驾的时候 男主 不会是这样 她就亲手的给女主新上了安全带 我真的就无忆了 你们嘴巴张出来是干什么的 说话呀 哎你不好意思 那安全带没有句好不好发车 就长行工业黏金呗 不仅那些桥段我嗑不到 我连男主人设我也不喜欢 我嗑个蹲儿 出场都B感十足 那部剧还用了各种角度 各种镜头去展现他的bking气质 为了让男主拥有反差萌 编剧还给男主搞了个 怕群内一杯倒的设定 一看到群内一沾酒斗 变成了大傻子 不仅如此 编剧为了显得男主 有话就说的直爽性格 让他成为了一个 低情商嘴炮大师 不仅把相亲比作面试 还把相亲的妹儿比作戏统 其实相亲呢 就像是面试一样 只有有了比较 才能择优录取 秦小姐呢 就像是Linux系统 条件虽好 但是操作复杂 而许小姐呢 就像是Windows系统 虽然操作简单 但是容易死机 而且对于男同事 有些女性化 保有刻板印象 你觉得你有男人样吗 你确实不够洋 不够刚 他真的就很没礼貌 我根本都不晓得 为什么女主会那么喜欢他 后面男主妈妈 因为太想让男主结婚 就跟男主妹妹合伙 灌醉男主 让女主扶男主上楼 照顾男主 再带着女主父母上楼 撞货 想让他俩结婚 那个剧情看得我是 巨恶心 看着男主这个样儿 我更恶心了 这小孩在干嘛呢你 太不要脸了 小鲤鱼 兔跑跑 拦住他妈跟他妹有问过两位当事人的意见吗 没有吧 那个剧情真的都完美了诠释了一句话 你们有病吧 你妈逼的 中生所述 这部剧程序员看了想打人 影视圈 看了想自禁 千万不要想不开店进去看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喜欢我们 记得关注我们 不要忘了长爱下面那个大拇指哦 我是很美 我是小黑 我们下一期再见啦 嗯